现在我女儿得了那个糖尿病啊 比较严重 每天啊 每餐都要打那个胰岛素 那为什么我说的话之前 为什么我怎么说你都不相信呢 你前期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呢 为什么我对你女儿都好 你都不记得呢 你对我女儿好吗 我对你好或者你都不上乎 你对我女儿好吗 你怎么对我女儿的 我怎么对你女儿不好呢 就是我女儿打电话 想过来到我这里来 她都不懂意 然后我叫她去接一下 她也不去接 我女儿 我自己把她接过来住 半年时间才过了两次 她都不理不问 不管我女儿 我怎么不管你女儿 是你女儿自己回到这个家里 看见我了 就当时没看见你 这样都不叫人 我就好心好意的 相信人家说 你怎么不叫阿姨 看见阿姨 那我最近我不打理她 是你小孩不打理我 还是我不打理小孩 你就是说清楚 就是因为你自己啊 你对她不好吗 她对你儿子怎么样 她对我儿子 她喝的酒 她就喜欢了打人 她是打你儿子还是 她打过 打过我儿子 不是不是 同时也打我 有一次 有一次是为什么 因为她儿子吃饭嘛 坐在床上吃 她就追着胃吧 搞到床上到处都是饭 她儿子故意从嘴巴里面 把饭吐到床上满地都是 我就说她 我说你要教育她 这小孩子这么小 你都不教育 长大了怎么办 她就不教 她就不教育孩子 然后我没个办法 但是她有多大小孩呀 她才四岁 她懂什么 那你去打她 小孩子这么小你不教育 长大了怎么教 那是打小孩的方法吗 但是你不管打小孩 你连我也打呀 不是打了一次两次 多次呢 喝了酒是几次了 那是我喝最久 我确实知道 我那次 我自己都不知道做什么了 我喝最一次 不管你喝次喝酒 我是跟你承认错误了 她说她打了一次 你说打了多次 到底是一次还是多次 她打小孩就打过一次 但是她打我不止一次的 就是说她对你动手 对 动过几次 她喝了酒也动过几次 你跟你前妻动过手吗 也动过 你们离婚是因为你动手吗 嗯 有一点吧 资料上面也说你现在没工作 对 你没工作大概有多久了 一年多的样子 难怪她说 女儿没生病之前 你不做事 不出去做事 女儿生病了 我希望你照顾她 这是因为我现在 她我没上班的时候 她自己同意呢 我在家里 然后我在家里 我又不是没 是跟我一样的 是照顾她呀 做家务呀 你怎么照顾了 我都做呀 你做什么了 我做什么了 你自己怎么说的 你说女儿过来了 反正我饭都不做给她吃 有一次 我晚上下班八点多钟回去了 她在那看电视 女儿坐在床上 饭都没搞给她吃 我很生气 那次 我怎么没弄饭给你女儿吃呢 那你每一次的 就不就是那一次吗 跟你吵一吵架 你每次女儿过来了 不还是弄饭给你吃 那你就是对我女儿不好 但是我 我怎么对你不好 就是因为这半年 你从来一直以外 从到现在为止 你从来没有关心过我 我也是一个人 你也是个人 你为什么不能够 体验给我呢 只是我体验过你了 只是我付出的 为什么你不我付出的 我哪里不关心你了啦 你关心我什么啊 关心我 我每年做事也很累的 你还打人呢 打得我脾气里 整到一关亲一关子的 还说了个伤心 他还对我说的 不管对我啥 对我小孩说的 他跟你孩子说什么 他说他不是我的儿子 叫我儿子滚 当着我儿子 没什么说的 还当着我儿子 没打我呢 你们俩当时 为什么要在一起 刚开始还是蛮好的感情 但是到后来 好多是因为小孩之间嘛 产生了好的矛盾 然后各种的意见 都不相同 所以就已经越吵越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一年多 其实在家里 你觉得有点受够了 因此要出去工作是吧 对 不是说受够了 但问题是你现在 你现在说出去工作 我可以 就是无为无志地 付出我一切 就是我的无所谓 我可以照顾抢 但是他从容到尾 都没关系过我 就是觉得我是应该的 你没事我没关系过你了 他还在说 我连起一个保姆回来 我还都比你强得多 就是感觉到 我连一个保姆都不如 站在眼里面 我什么都不如 就感觉别的什么 都是最好的 我什么都不好 我还没关系过你了